台北市第三選區 两大党参选人 因高颜值高学历 被媒体称为双帅对决 国民党中身奈明星 先任立位蒋万安 队上拥有国安专业的 民进党新人吴一农 选战进入最后倒数 双方民调呈现吴吴泊态势 主打国安排的吴一农 要对手把立场讲清楚 国家安全是最起码的一件事 国家的利益如果不顾好 其他都是空谈 国家的安全 保护国家的利益 不可以有任何的模糊 他目前为止还没有展现 还没有向社会大众证明 他愿意站在台湾这一边 国民党的副总统候选人 站在我的对手旁边 开始批评我的家人 那这个对我来说 绝对不是正面的选举 也不是正面的选战 不管话从谁的口中说出 就是从你的竞选总部的 舞台上面讲出 我当然是期待我的对手 会对不当的言论 及时的反应跟修正 我不知道我对手心里在想什么 我没有办法帮他解释 我只能够针对我看到的事情 做出一个回应 就是说这个不是我要打的选战 双帅决战最终回 逼得出了正见 专业颜值 体力也很重要 有运动习惯的两人 到底谁体能更好嘞 选手应万安男生 爱打篮球的他 在场上英姿 帅得不要不要的 再来看看选手饿 我的天儿也太man了吧 男友力爆碰的浓浓 难怪一出场就吸一跳 浓夫浓妇 帅度 平分求色 边边个人分不出谁最帅 只觉得这两人 都让人家有恋爱了 这中心 分分们怎么看 报道 我是柯文哲 苹果新闻网 和我建立的党很像 都是为了台湾民众 所以我支持他